欢迎加入第二个小时 凤凰早班车头条看到了12月16号出版的第四期 《求是》杂志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022年12月15号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的一部分 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章强调 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万序 需要从战略全局出发 抓住重大关键环节 刚举目张做好工作 文章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使社会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 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 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一是把恢复和扩大消费 摆在优先位置 二是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 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 要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文章指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切实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一是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 必须确保国家安全 确保基本民生 确保基础设施 基础产业总体正常运转 二是加快实现产业体系生计发展 要在重点领域提前布局 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既巩固传统优势产业领先地位 又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文章指出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一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提高国企和新竞争力 二是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文章指出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纵观全球 招商引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 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 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一是扩大市场准入 二是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三是有针对性做好外资企业服务工作 文章指出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 一是防范房地产业引发系统性风险 二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三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文章强调 2023年还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 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反贫 谋划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建设美丽中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土序地震的后续消息 土耳其震后搜救工作虽然已经进入尾声 凤凰卫视特派土耳其地震灾区的记者赵龙 目前在土耳其哈塔伊 中国和香港救援队的驻扎营地 我们来看他发回的现场报道 我现在就位于土耳其地震的重灾区哈塔伊 那么这里是我们香港搜救队的营地 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目前在这个营地上是点燃了篝火 依然是有少量的搜救队员在这边职守 因为这边的天气到了晚上是非常寒冷的 如果没有这堆篝火取暖的话 相对来说在这边值班还是非常之困难的 那么在我右手边 在我们身后是中国救援队的所在地 目前大部分队员也是进入了一个休息状态 仍然也是留有了少部分队员在这边进行一个值守 到目前为止 这里是中国救援队进入到这个土耳其地震灾区的第九天 也是我们香港搜救队进入到灾区的第八天 到目前为止 我们中国的救援队是已经成功的搜救出了六名的幸存者 而香港搜救队是成功的营救出了大概是四名的幸存者 那么在我前方之前驻扎在这个香港队前方的营地的 中国民间救援力量目前其中大部分已经撤离 少部分是已经转移到了别的灾区 那么还有一部分的民间力量就表示 他们在离开前还想多做一点事情 所以我们就听说其中包括平兰等力量组织 他们是前往一些包括阿达纳等中央城市 他们是想采购一些物资 再回到灾区送给这些灾民再选择离开 那么说到物资的话 我们中国政府持愿这个土耳其灾区的物资 包括这个帐篷毛毯一些医疗器械 也是在这几天陆续抵达 那么这种毛毯和帐篷确实也是 我们地震灾区的灾民所非常所需的 那么我们这两天也观察了一下 其实在各个中灾区呢 大部分民众呢 他们的这个食物和水 都是有比较充足的供应的 但是因为天气比较寒冷 他们在这些预寒的物资方面 确实比较缺乏 那比如说我们在今天去到这个奥斯曼尼耶 一个这个地震中心城市的一个小镇的时候 就发现了那边有一个衣物的安置点 我们就询问了一个前往那边 领取这个二手衣物的叙利亚家庭 他们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从地震发生到现在 他们没有领取过政府派发给他们的任何物资 因为天气实在是太寒冷了 他们迫不得已踩到这个安置点 驱车大概是骑着摩托车 骑了大概是一个小时 踩到那个安置点领取到了这个预寒的物资 那么除了这些预寒的物资之外 有一些民众也像我们表示呢 他们平时的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也是比较稀缺的 包括比如说可能家里有宝宝的一些家庭 他们的一些纸尿片呀 包括一些湿巾等方面 这些所必须的生活物资还是非常的稀缺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土耳其地震灾区找的消息 土耳其强震目前已经造成全国三万五千多人遇难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刘绍斌在15号表示 土耳其强震发生后 中国政府向土方提供了4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 和其他急需的救灾物资 派遣两支重型城市救援队 而且开始关注在土中国公民的安全健康 目前土耳其政府也已经宣布将会开展灾后重建 刘绍斌表示中方愿为土耳其的灾后重建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刘绍斌表示 土耳其强震发生后 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机制 宣布向土方提供4000万元人民币紧急援助 并提供土方急需的救灾物资 截至2月12日 中国政府援助的首批物资已全部运抵 包括100多吨灾区最需要的毛毯和棉帐篷 其他一些医疗设备也将很快运抵 另外 中国红十字会 各地企业各人也纷纷向土耳其捐款捐物 刘绍斌介绍称 中方派出的救援队 由中国政府国际救援队82人 和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救援队59人组成 两支队伍主要在受灾严重的哈塔医省开展救援工作 截至目前 中方救援队单独或参与营救30余名被困人员 刘绍斌还强调 地震发生后 使馆迅速启动应急机制 第一时间确认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安全状况 同土政府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将在地震中房屋受损严重的侨胞转移到安全地区 除三名中国公民受伤外 目前没有其他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目前 土耳其政府已宣布将开展灾后重建 刘绍斌表示 中方祝愿土耳其人民早日战胜灾难重建家园 愿为土耳其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在15号表示 关注叙利亚西北部人民在震灾之后的情况 称当地的居民几乎无法获得外界的援助 约旦外交大臣当天也抵达了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访问 讨论如何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世卫表示 与西利亚政府控制地区不同的是 西北部的灾民 居于生活在反政府武装控制地区 加上经历超过十年的战乱 因此几乎无法享有基本服务 情况令人担忧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在上周访问大马士革期间 呼吁西利亚总统巴萨尔 进一步开放于土耳其的边境 确保更多援助能够抵达受灾地区 巴萨尔早前已批准开放 额外两个边境口岸 15号 来自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和阿萨克斯坦的人道主义救援飞机 抵达叙利亚 为灾民提供食物和医疗服务 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 当天到访大马士革 会见叙利亚总统巴萨尔 这是叙利亚战事发生以来 约旦首次有政府高级官员到访叙利亚 萨法迪表示 约旦将尽力为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约旦并承诺会派飞机向叙利亚提供救援物资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政府派出的飞机 在15号抵达大马士革 为叙利亚灾民送来救援物资 而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强调 中国政府将继续向叙利亚人民提供援助 我们来看本台驻大马士革记者发回的报道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叙利亚发生的地震灾难 因此很快开始不断向叙利亚 发送各种人道主义援助 这次来到了大马士革国际机场 是中国政府专门上受地震影响的叙利亚人 送往了再有各种经济救灾援助 包括各种医疗失败 毛泰 张鹏和动衣服等援助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叙利亚发生的严重地震灾害 在第一时间向叙利亚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那么今天抵达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机场 是中国政府给叙利亚人民的一批新的一批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一共有80吨左右 包括叙利亚灾民所急需的医疗设备 包括呼吸机 麻醉机等等 以及大量的毛毯 帐篷 急救包 以及东伊 相信这些物资将会帮助叙利亚政府及时安置灾民 那么下一步中国政府将会与叙利亚政府继续密切沟通配合 然后根据叙利亚的需求提供更多援助 那么除了此外这批援助以外 我们中国政府还将会尽快地向叙利亚提供一批紧急的粮食援助 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向叙利亚提供有关的通讯设备 帮助叙利亚的地震灾民早日重建家园 叙利亚领导人方面非常感谢中方一直站在叙利亚人民的一边 中国不但在叙利亚面临的地震危机中 第一时间开始帮助灾民 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叙利亚人民 发送各种人道主义援助 الطائرتين السابقتين كانت موجهتين من الصليب الأحمر الصيني إلى سوريا هذه الطائرة موجهة من الحكومة الصينية إلى سوريا ولمساعدتها في هذه الأزمة كنتو أقول منذ قليل السعادة السفير أن عمليات البحث انتهت ونحن الآن بحاجة لمساعدة الناس الذين هم في أماكن الإيواء الذين هم يحتاجون عناية طبية ويحتاجون عناية إغاثية ولمساعدتها في سوريا في هذه الأزمة وقبلها في الحرب الإرهابية التي تتبع على سوريا هذه الأزمة الناس موتيت wr sıcomes건 Jurيا الناس، فقط au 叙利亚驻华大使哈桑内周三在接受驻北京记者专访时 对中国政府及民众在地震袭击叙利亚后的援助表示感谢 并且表示目前正在为流离失所的难民寻找临时避难所 他也呼吁国际社会在灾区重建时 向叙利亚提供更多的食物 药品等物资 哈桑内大使说为了应对地震灾情 叙利亚政府目前已调动了所有可用资源 而主要来自中国 俄罗斯 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援助 为当地提供了切实的帮助 事实上在哈桑内的 桑内表达对中国民众感激的几天前 援助叙利亚的声音已经出现在内地的社交媒体上 自从两条关于叙利亚援助渠道的帖子被发布后 帖子在被大量转发的同时 不少网友晒出了向大使馆捐款的截图 我读着一些说明在社交媒体上的社交媒体上 有些中国人 有些人需要赶紧给给予尊 他们感到感动于什么在这里 我们感到感到有这样的朋友们 我们不能太多赞 谢谢大家 谢谢每个中国人 我聽到大陸災害了很多人失去家 什麼政府會做給他們避免避免 什麼計劃的計劃呢 我們現在正在找適合避免避免 我們請了新擴免避免避免 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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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政府開始在建立的建築 你知道建築,不是很簡單的事 所以我們在研究這些建築 我們在研究這些建築 當然我們需要工資去檢測 甚至是工資去研究 然後工資去建築 谈到重建阿勒坡等区域需要的时间 哈桑内大使表示 目前没有确切的数字 但是希望在灾区重建的过程中 能够得到更多的国际社会支援 他也向记者提供了 目前官方认证的援助渠道 并表示 目前灾区急需药物 食物 医疗设备 被用来检测建筑物兼顾程度的特种设备 也在需求清单中 哈桑内说 大使馆除了公开发布资金流向 也将召开记者会 公开更多资金流向细则 并借此机会向中国政府及民众致谢 凤凰卫视 吉红英国赵伟 徐一轩 北京报道 中方表示 将会尽所能地帮助土耳其灾后重建 而新一批的中方援助物资 也已经运抵了叙利亚 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到时日评论员杜萍先生 继续做分析点评 杜萍 您好 杜萍 您好 杜萍 您好 杜萍 科夫我们谈一谈 您如何来看待中国持续对受灾的土区 两国提供的帮助呢 我想就是中国对这些人道主义灾难 就始终是一个立场 就是说哪里有难 就帮助哪里 谁有难 谁帮助谁 这个在过去其他的国家 都已经非常明确的体现 包括比如说 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时候 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对中国有诉求 或者中国认为哪些国家需要帮助 那肯定是毫无保留的 就是不假思索的就提供帮助 这次在土耳其和叙利亚 发生的这些地震灾难 自然灾害 其实中国也是一样 对土耳其的支援 对叙利亚的支援 事实上是不分彼此的 没有什么轻重环境 没有什么众词亲笔的区别 因为中国也知道 就是本身作为发展中国家 对这两国家本身就有很多的好感 特别在叙利亚 过去叙利亚经历的那些战争 中国政府 中国老百姓 都是非常同情叙利亚的 所以对这两国家的支援 应该真的是没有考虑到 任何其他的什么标准 土耳其对中国 其实对这次中国所采取的迅速的 大量的支援 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然后派了那么多的拯救队伍 还有其他的物资支援 应该都 完全都是出于无私的 叙利亚也是一样 我觉得中国对叙利亚的这个同情 可能更加的明显一点 因为叙利亚在很多方面都不如土耳其 灾难一个接一个 所以对叙利亚的这种支持 实际上是包含着就是 对这些叙利亚人民 普通人民的这种深度的同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就是在叙利亚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对中国的感激之情 可能更加的明显 因为现在西方国家 对叙利亚一直实行制裁 然后有些国家就是在支援方面 也就是点到为止 那么在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 也保持一个就是有分别的对待 所以在联合国呀 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 都发出了一些这个呼吁 灾难在叙利亚的这个灾区 应该是更加的严重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的自救的能力很弱 然后就是振灾的能力也是很弱 未来的重建工作 他们自己也很难应付 所以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话 我觉得中国对这两个国家支持 可能只是开始了 将来的这个重建工作 中国肯定会尽其所能的 对他们提供更多的一些帮助 就参与到他们的重建过程当中 所以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 或者是我想就他们也看到 就是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中国立即伸出援手 实际上对其他的中东国家 也会有感染 陈子 是 谢谢杜平先生的分析 这下关注到十一朗总统莱希 正在中国进行过世访问 那么在15号的上午 莱希到访了北京大学 接受北大名誉教授的称号 并发表了演讲 莱希表示 一中关系远远流长 一方坚定支持中方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并且将积极参与 他也指出 一中两国积极维护能源的持久安全 共同保障了两国共同利益 和世界和平发展 聘任仪式上 北京大学校长 向伊朗总统莱希 颁发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证书 在演讲中 莱希表示 2000多年前 古老的丝绸之路 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新时期 中国提出复兴古丝绸之路倡议 再次坚定了两国人民 加强友谊的决心 伊朗总统莱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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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国际社会朝着和平 稳定的方向前进 铺平道路 莱希指出 一些国家把石油当作武器 制裁部分石油生产国 严重威胁能源安全 制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是最大的人权破坏因素 严重践踏受制裁国应有的权利 制裁的持续将严重破坏世界和平 伊朗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 主量国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能源安全 并承诺即使能源市场出现危机 伊朗仍将坚定不移地成为所有国家的可靠的合作伙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伊朗总统莱希在14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这是莱希担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 引起了伊朗国内高度关注 伊朗外长阿普杜拉西洋 15号对伊朗的媒体表示 此访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而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 将为全面实施中伊25年战略合作协议扫除障碍 也有伊朗学者认为此访有助于重启伊核谈判 伊朗国的媒体高度关注此次访华成果 在莱希访华期间 中央双方签订了20项合作协议 有媒体评论 称莱希此次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华 不仅签订了大弹协议 也将加强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这不仅对两国有益 也将在不公正的世界秩序中形成新的力量 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阿بدالله西亚在接受一段过 加异时台采访时说 两个领导人在此次访问中 就国际问题和双方关系 进行了很好的讨论 中央双方签议 阿بدالله西亚还说 此次访问将推动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 一位分析师认为 此次访问将推动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 中央双方签议 欢迎回来 中国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15号在北京会见 台湾两岸农与业交流发展投资协会 理事长黄一诚一行 宋涛表示 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他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两岸一家亲理念 积极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完善增进台胞福祉的制度政策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支持台湾农渔民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 对于台湾农渔民希望恢复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的呼声 大陆方面高度重视 在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前提下 将协调相关部门积极于解决 华一诚表示将与岛内相亲一道 为两岸交流合作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贡献力量 在关心一日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他日前表态 想要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 由前立委表示支持 不过前党主席 洪秀柱则公开表态支持 还没有宣布参选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出战 并且主张国民党只出一个人 似乎这一场党内初选已经提前开打 被称为国民党最强母鸡 新北市长侯友宜喊话团结 但始终没有回应党内立功的声音 不过国民党内郭侯两人各拥三头 郭台铭想要披蓝银转袍 回复党情势第一步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建议 郭台铭先与侯友宜等党内期待的人沟通 形成共识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计划在南投立委 补选后明确有息规则 协调整合人选 据郭台铭党籍问题 蓝银内部人士表示 若透过协调内部民调显示郭台铭是最强人选 只要透过直接征召的方式就能解决党籍问题 这跟去年征召招张善镇参选桃院市长一样 封号卫视综合的 焦点转到香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15号与海南省委书记沈小明会面 就深化穷港合作交换意见 李家超欢迎海南省人民政府 你出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 向香港开放专业服务市场十条措施 他认为这将为香港专业服务类人才开头市场 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李家超表示 穷港关系一向十分的密切 两地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往来频繁 尤其在经贸方面 不少的港资企业在海南省开展业务 而香港也一直是海南省最大的外资来源地 随着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 李家超也期望穷港两地的青年交流 可以重新启动 而穷港双方也将会不断地深化彼此合作 在共同促进国家发展的同时 汇集两地社会民生经济发展 每年的正月26是观音开库和观音借库的日子 这也是香港传统的民间习俗 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香港多建的庙宇都该以网上直播的形式而进行 今年不一样了 因为随着香港全面的复长 信众可以再次的清零庙宇来借库 那相关的消息立刻连线给我们记者吴欣纯 欣纯早 早安 相议 欣纯你今天捧的这一束花是代表什么 雨还有在你的背后 也有人在直播穿了很特别的衣服 就是大家今天到底来这边做什么 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相议 我现在位置就位于香港红看的观音庙 每年到了正月26号就有很多的信众就会来到观音庙进行观音的借库日的活动 我们所在的这个庙宇也是最受香港信众欢迎的位于红看的观音庙 那在昨天晚上呢过了11点钟 那就正式进入了这个正月26号的紫时 那很多香港的这个庙宇呢也都是开放 让这个信众呢进入进行祈福的活动 所以呢不少的信众也是都前来 那希望新的一年呢能够财运哼通生活顺遂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呢 人流还是非常的多的 那现场呢也有警方进行这个交通管制 那另外呢所有的信众在这个庙宇的门口呢 只能在这个庙宇门口的指定的这个点火区域呢 进行点香祈福的活动 那所有的信众在进入庙宇之内呢 是最多只能够携带三支细香 并且呢需要佩戴口罩 那当然他们也可以携带像我手中拿的这样的鲜花 或者是生果呢进行这个祈福的活动 那我们在门口就关注到呢 在现场又不少的这个东南亚的一些旅行团 在现场就像香姨刚才说到的 在我身后的这几位呢 就是一些泰国的游客 那他们很早的时候就在这里呢 进行这个祈福的 参与这个祈福的活动 所以呢从另外一方面呢 也能看得出来香港的这个旅游宴呢 也是逐步的走向这个复长的道路 那另外呢我们有一些小的习俗 可以介绍给大家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来这个观音庙 借库的话呢 必须要连续的去借库三年 所以呢也是需要恒心 那另外呢在借库的前后一天呢 最好是吃素 而且呢是寄杀生 那最后呢是 每位姓仲来借库的当天呢 也是切记穿着过于光鲜亮丽 那可以穿着一些朴素的衣服 切记穿金带银 那另外呢也是可以更换一些 比较洁净的衣服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现场 带来的一些观察呢 稍后呢我们也会在现场 继续的采访跟进和报道 那现在呢就把时间交还给香姨 也祝福大家的身体健康好运连连了 好 接下来关注两岸四地 和世界各地的药文早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要一起讲问一下娱乐快递 有御用皇帝之称的72岁艺人 及歌手鸡哥李隆基 闯荡演艺圈多年 出演多部剧集 在多部古装剧中饰演皇帝的角色 曾经经历过一段失败婚姻的鸡哥 四年前和现在36岁的女朋友 Chris也孙恋 虽然对方比他年轻这么多 但情投意合 共版至今 李隆基表示和Chris两人完全没有代沟 至于何时结婚 鸡哥表示要先得到对方父母的同意 还要谈礼金多少等等事宜 他原本想北上见女朋友的家长 但因为疫情受阻 如果没有意外 应该今年就会低调结婚 不过不会大白酒席 只是和好朋友吃顿饭 庆祝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有传李隆基已经将香港和内地的资产 全部转述到女友名下 鸡哥曾说怕自己先走一步 所以决定全数给未来的太太 影帝梁超伟近日虽然忙于宣传电影 风在起时 但情人节他以私人形成的名义 到台湾出席自己33年前的作品 《悲情城市4K数位修复版场》 同片演员高杰 陈书芳等均有出席 他相隔十年再到台湾 表现相当亲切 不停挥手 面带笑容 他去年在釜山影展记者会上 曾表示最想让年轻观众欣赏的作品 就是《悲情城市》 可见此片在他心中的重要性 又说因为侯孝贤导演而爱上看文学小说 拍电影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启发 希望未来年轻观众 能在大一幕看到侯孝贤的作品 而他的多年好友 也是这部电影演员的高杰 早前曾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我也不知道梁超伟会不会出席 这次的修复版首映 之后见到他在社交平台 分享与梁超伟的合照 看来他应该是如愿成功和梁超伟 一起相聚吃饭啦 陈世安 张若凡与柏林三人 在台湾出席庆功活动 分享网络音乐佳季 近期三人都有好消息传来 将于三月举行四场演唱会 与粉丝同欢 令人感到期待万分 而张若凡也透露 自己在恋爱中会很被动 不会是主动出击 他比较保守的恋爱观 也吸引了不少网友们的关注 暈船 我觉得我的暈船会比较害臊一点 就我比较不会是主动出击的那一个人 就是我可能很喜欢这个人 但是我会保持一个观望的感觉 因为我也要确定对方是不是也是 对我有暈船的不安 所以自己不会先出手的走 不会 因为我比较不敢 对 回到香港 女团Cola成员艾未搜 向来是颜值担当 深受粉丝喜爱 星期二情人节 她在没有预警之下 突然在社交平台公开亲密照 让一众粉丝大为惊讶 她分享将头贴近一位男子肩膀的照片 两人还穿上了情侣衣 不过就给男子的面部做了遮挡 还留言情人节放个闪 不过没过多久 又再放出一张照片 介绍这个男子的真正身份是她的弟弟 两姐弟感情要好 所以和大家开个玩笑 另一众粉丝虚情异常 防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一连两天的北约防长会议 15号在布鲁萨尔结束 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成员国正在增加生产155毫米炮弹 支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事 德国防长则表示 西方国家到现在是已经承诺向基辅政府会提供48辆的鲍尔坦克 不过各国的防长未能就加大国防开支 做出新的承诺 北约防长连续第二天在布鲁萨尔总部举行会议 会议焦点仍然是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后表示 欢迎部分成员国队支持乌克兰做出新的承诺 包括提供更多重型武器和军事训练 给乌克兰一个黄金窗口 改变对俄的武力平衡 斯托尔滕贝格指出 包括美国 法国及德国在内的成人国 以签署新的军火合同 在补充自己的军火雇的同时 继续援助乌克兰 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 西方国家已承诺向基辅政府 提供48辆鲍尔坦克 波兰占了31辆 德国只有14辆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 北约成员国提供的额外军事支援 将在乌军的春季反攻中发挥关键作用 不过 各国防长未能就提高 国防开支达成共识 斯托尔滕贝格敦促各成员国设定期限 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提高到最少2%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 各国承诺最迟在2024年达到2%这个目标 但目前只有10个国家接近或已达标 美国是3.47% 北约政治力预定力新的目标 斯托尔滕贝格希望2%这个数字 将成为下限而非上限 波兰的国防开支占比 今年将达到4%以上 总统杜达提出北约东义防御的新计划 呼吁增加军力部署及基建 一旦成员国受席 就可启动方案 针对北希尔天然气管道遭破坏事件 各国防长还讨论了 加强重要海底基建的安全 北约将在总部成立一个联络处 改善与管道运营商等私人企业的协调合作 运用科技加强海底基建的安全 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俄乌冲突一周年将至 欧盟在15号推出第10轮对俄制裁方案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宣布制裁内容 包括了价值110亿欧元的技术出口禁令 对俄军武器系统使用的 47种电子部件实施出口管制 并且首次把向俄方提供 无人机的7个伊朗实体列入制裁名单 欧盟成员国将会对拟议措施展开商讨 需要得到所有成员国支持才能通过 而冯德莱恩呼吁成员国 尽快就第10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在24号俄乌冲突一周年到来之前 与七国集团盟友一道 对俄施加严厉制裁 在关注有人辞职了 就是近年来一直在推动苏格兰独立的 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斯特金 在15号正式的宣布辞职 但是他将会留任到所属的政党 选出新党会 在过去8年斯特金一直都坚持 推动苏格兰再度举行公投 选择是否要继续留在英国 所以很多当地人对于他15号宣布辞职 都感到意外 而当地媒体就有分析指 斯特金辞职的原因 可能和苏独阵营内部矛盾有关 在过去8年 斯特金一直坚持推动苏格兰 再度举行公投 选择是否要继续留在英国 所以很多当地人对于他15号 宣布辞职感到意外 但斯特金说这不是他仓促作出的决定 从去年至今伦敦中央政府 对于斯特金推动的各种争取独立举动 都寄予强势回应 在去年11月 英国最高法院的5名法官 在审阅了8000多页相关文件后 裁定苏格兰举行任何公投前 都需要英国国会同意 此外 苏格兰地方议会 在去年12月通过变性法案 令伦敦中央政府不满 防守党政府随后表示 会根据英国现有的苏格兰法第35条 拒绝把苏格兰地方议会通过的法案 提交给英王查尔斯三世批准 上述争议发生后 斯特金的民意支持度也随之下滑 英国媒体分析指 他代表的苏独势力 已经失去策略发展方向 但斯特金15号坚持 他仍然相信苏格兰多数人支持独立 但他所属的苏格兰民族党 的确需要巩固和扩大支持度 他提到 接替他的新党魁 要有能力跨越苏格兰政治鸿沟 英国保护党首相苏纳克 以及反对党共党领袖斯塔莫 在斯特金提出辞职后 都对他所做的工作 表示感谢 斯特金的离职 留给当地社会最大的疑问 就是他常年推动的 苏格兰独立公图的话题 是不是就此会掩其膝骨 英国中央政府很早之前 就将除了国防和外交的 多数行政权力 下败给苏格兰地方政府 就是希望能够换回 苏格兰放弃独立的想法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苏格兰民间的民意 仍然是存在分歧的 工号卫视 曹杰 周天一 我们的报道 要关注一下大公报的报道 是日本政府消息人士 在日前就透露了 日本防卫省计划的今年 设立四座的大型弹药库 用来存放远程导弹 那么同一个时间点 日本政府在现在 是已经初步决定 从今年起 五年内会购买 多达五百枚的 美国制战斧巡航导弹 日本媒体就说 考虑到朝鲜飞速发展导弹技术 防卫省引进战斧巡航导弹 是为了尽快地获得反击能力 而此外呢 防卫省还计划 新设六座大型弹药库 来作为自卫队机动部署据点 一旦发生战事 也将会成为将导弹 运送到前线的据点 你要关心这一位是 博索纳罗 他的动态如何 信报报导了巴西前总统 博索纳罗在美国接受 华尔街日报的专访 他透露计划下个月要回国了 领导反对派 对抗现任左翼总统卢拉 并就煽动支持者 冲击政府建筑的指控 他说要辩护一下 因为这也是博索纳罗 自己在去年底 飞往美国之后 首度接受传媒的访问 那他也坦言了 自己是在卢拉宣誓就职的前两天 飞到了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目前很想回国 也明白会面对很大的法律风险 有分析就认为 博索纳罗在巴西 仍然是很受欢迎的政治领袖 有能力集结数百万人 如果他回国发起一场 有组织的抵抗运动 可能会给卢拉带来不少的麻烦 而一切都取决于 他是否有能力和财力 来迎战回国之后的大量诉讼 以及这些诉讼的结果如何 接下来要关注是 相当电台的一个报道 这起车祸发生在巴拿马 非常的严重 当时一架是在这66人的巴士 直接冲下了悬崖 而造成了至少有39人死亡 至少20人受伤 事发是在当地时间的 星期三的凌晨 移民局官员表示 巴士当时是正搭载着一批 非法移民到邻近 哥斯达利加边境的庇护所 但是在一处公路和另外一辆巴士相撞 之后失控冲下了悬崖 官员并没有透露这些非法移民的国籍 好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海外投资者连续八个月净买入美国国债 买入美股的规模也创了两年新高 不过海外官方机构连续14个月抛售美债 中国持美债的规模更是创了接近13年的新低 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国际资本流通报告显示 海外官方机构连续14个月抛售美国国债 当中持债规模最大的日本 在去年12月减持了6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结束了11月短暂增持美债的局面 持参规模为10763亿美元 创接近三年新低 至于中国持有美债的金额 8671亿美元 比11月份减少31亿美元 是连续五个月减持 持参规模创2010年5月以来最低 不过海外投资却连续第八个月净买入美国国债 但资金流入明显放缓 总额为200亿美元 规模是8个月以来最低 至于海外投资者在去年12月净买入美股规模 也是接近550亿美元 创2020年12月以来最高 分析师指出 美联储在去年12月开始放缓加息步伐 美股和美债双双下滑 促使海外投资者趁低配置美国资产 富皇卫视综合报道 再关注到是中国证监会回应了 跨境券商整改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相关的报道 中国证监会周三晚间在网站回应市场 对境外持牌机构 非法跨境开展业务规范整改的情况 提到当局都是按照有效遏制增长 有序化解存量的原则开展 绝大部分涉及有关业务的证券公司 正积极落实相关整改要求 停止违规新增开户 相关证券公司和境外子公司 也能全面准确理解监管要求 依法合规有序做好整改 不会无故限制存量客户交易 中正监指出 非法跨境展业规范整改工作的核心要求 是禁止为在境内持牌的境外机构 违规招揽境内投资者 不得为境内投资者开立新账户 同时仍允许存量境内投资者 继续通过原境外机构开展交易 但向境外账户转入增量资金时 应当严格遵守中国外汇管理有关规定 中国证监会在去年12月底 开展对富途控股和老虎证券 非法跨境展业的整治工作 随后在今年1月 正式发布管理办法 明确将加强对非法跨境经济业务的日常监管 而香港本地老牌券商药材证券 也从16号开始 自行停止内地客户 使用证券账户卖入股份 直至监管机构厘清相关法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接下来掌握到这个消息 是菲律宾中部在16号的凌晨 发生了6点一级的地震 而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 这一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点10分 震中位于马斯巴特岛附近海域 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 有更多消息我们也会随时为您更进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我们再会 再会